这两个都是有秘密 但又不善于保守秘密的男女 姑娘有一个不太值得信赖的习惯 写日记 这个男孩呢 有一个不太值得信赖的朋友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啊 非常像 但是为什么过不好呢 相爱但互不信任 在恋爱当中是一种最痛苦的事情 刚才他们两个人都在反反复复说 你为什么跟我分手啊 你要是跟我分手不就行了吗 分手哪有那么容易 人都是有感情的 你把他骗过来了 然后让他爱了你半年 已经慢慢习惯跟你相处了 然后这个时候真相揭开之后 你说你要么就跟我分手 要么就全部接纳我 其实这是一件很残忍的选择 你过去的那个经历啊 我觉得你的隐瞒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你关于年龄的隐瞒 是非常不应该的 这个涉及到最起码的这种真诚和坦诚 第一次他忍了 他觉得说这个女孩子对我很好 像妈妈一样照顾我 他选择了包容你 但是第二次 当他看到了那本日记的时候 他是之前的那种 对你的那种不理解和不满意 同时给集中爆发出来了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的这个信任的多米诺骨牌 随着年龄这个问题被抽开 一下就全部推倒了 对 没错 等于信任要重建 对 其实有些时候啊 就是说男人在遭到了欺骗之后 他当时不会爆发 慢慢地随着这个感情的逐渐地深入 他会越来越去爆发 所以我觉得到了目前这个状况 都有过一次背叛的经历 可能女孩是隐瞒 而你呢是彻彻底底地出轨 所以到了今天怎么办呢 选择忘记过去吧 虽然忘记很难 但是学会漠视 想想每次在想到对方的背叛的时候 想想自己 想想我曾经也曾经背叛过 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是这两位还是相爱的 彼此相爱的 因为他们两个明显的是相爱的 如果不是相爱的话 刚才主持人提到说 为什么不分手呢 两个人都默然了 苏老师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忘记 重新开始 以爱为前提地重新开始